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 我是棒球飛行小豬 在這邊先跟大家說一聲新年快樂啦 好啦 那這一支影片 主要是因為我們球隊啊 開始缺投手了 所以我也必須要重新再上投手球 分擔一點局數啊 哇 不過很久沒上球了 所以就趁這一次我們到嘉義義訓的時候 有投手球就順便練一下抓一下感覺 那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吧 你今天是好不戰 最後一筆 最後一筆 你看他球怎麼跑 那種感覺他會側跑 會往回往面角度 對啊 不要這樣子好不好講一下不行喔 他故意的啦 他會丟人這樣 故意的啦 上去又下來了感覺 那種感覺 你球不放一定要扛動 球會跑 打點會打不好 有些東西 你風無力 你附近之後 你球就飛了 有沒有 有些頭 你球會飛 好 - 放他那麼棒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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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我以為你看到了 - 下翻我了 - 怎麼還是這幾個夸頭 - 翻翻轉上 - 力量是從下面轉上來的 - 從下面轉上來的 - 成立了 - 要 - 你要找球材跟... - 黄球 - 白痴 轉檔 - 笠 - 放球材在前面 - 連續五顆 - 盡全一顆 但是這五顆球 對對對 這個好喔 你怎麼先去撥 動作一樣出來 那這個就是你 你要去錶手 輕鬆刷就好 你球嗎 好鼓 都跟丟直前一模一樣 啊 對啦 好 一樣一樣 一來 再轉 快一點 快一點 有 又來了 哇 這個就知道了 你一定要讓我轉 一來轉一轉 好 喔 等一下我在 4顆球 1點 3球 欸不要啦 你應該是 欸我再 給你沒有計 對 明明就丟507顆球了 你還說再三顆 我都要丟很久了耶 怎麼那麼不 OK 好 草 好 蠻 蠻 好 對 好 好 咻 蛙 咻 OK,那就大概紀錄到這邊啦 很久沒有上球了 整個放球點真的是差很多很多 如果眼尖的球友應該看得出來 我的放球點其實很不固定 忽高忽低的 然後上下半身的投球肌耐力 也還需要再加強 感覺沒有運用到全身的力量來投球 包含陣頭也是一樣啦 因為去年的話我都是著重在打擊比較多 所以投球動作有點跑掉啦 這應該就是2021年上半年我需要去調整 需要去加強的地方 那今年我們就一起努力吧 OK,那這部影片就到這邊啦 喜歡這支影片幫我按讚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小鈴鐺幫我打開 如果有任何問題都可以留言告訴我 我是棒球粉小周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,掰掰 掰掰 練五、二、一、二、一、二、二、一、二、二、三、二、二 感谢观看